各位人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一日過日子三日的南島新聞 感謝學校多好幾天 無論是風吹一拍 或是透風落後 都站在第一線 機會交通 收穫學生 上下可以安安 南島管政府就特別來基盤 標榮華島 標榮館來超過一千個的學校幾天 和三百多間配合的商店 這次感謝這段時間和店家 等久以來 共同保護 學生安全 對著音樂聲 大家做回檔棄 一著最開心的心情 參觀到這位多好幾天的標榮華島 培養學生 精力良好的陸全觀念 再見 熱烈掌聲 恭喜 讓我們前線的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夠在你們的保護之下 上下學 對我們所有的學生家債來講 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措施 我們對所有的交通導護志工 表示非常感謝你們對教育的重視 每次的這次標榮的志工 都充滿到野生學部的精神 親像嚴峰高校的志工媽媽 利用上班進行 每天到7點都站在路口 不關心的頭風落後 我們確定接到最後一位學生上課 才離開 然後叫說高校的志工 合佈立北一十年的時間 以為這樣堅持到這份最快樂的工作 那他的尖峰時期就是這麼短 可是你可以發現 真的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如果父母親沒有跟在旁邊 那如果沒有人幫忙維持一下交通 其實真的小朋友真的很危險 因為剛開始看到小朋友這樣 覺得他們很危險 所以就每天都去 然後覺得每天看到小朋友這樣 也都很開心 我們要守護小孩子 讓每一個家長放心 小孩子很安心 在學校過馬路那個 是說馬路如虎口 讓他們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有人守護著他們這樣子 接避推進的一半月 就有多好幾天 又有70多小的店家 最來接受到 南北管晉會的標榮 感謝他們這麼多年來的學部 適合到海線的安全以外 也讓這個社會 給一份興趣的感覺 對於社會安全的防護網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上下學的交通之外 其實我們的志工跟我們的商店 也都維護了我們整個校園內外的安全 那如果有發現陌生人 或者有搭訕小朋友的 其實也希望我們的志工跟我們的商店 都能夠來協助 館政府感謝到這段時間的付出 是個中小學後 中的教育守護者 也希望有多人來加入這個行程 發生有一個優勝安全的環境 地價女星 採訪博的喔